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俊谷现在是在深圳蛇口 今天的计划是要去看一看宋少帝林 还有文天祥纪念公园 以及赤湾左炮台 刚刚已经把车停在宋少帝林附近的一家加油站这里了 这里前面就是宋少帝林 宋少帝林在早期也称之为宋少帝墓 因为它的规格远远没有达到其他皇帝林寝的规模 宋少帝林就是在赤湾公园附近 它是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少帝赵炳的林墓 它也是广东省境内唯一一座宋代皇帝的林墓 这里就是宋少帝林了 刚好碰到帝林的外面是正在修路 非常吵 这里是开了一个小门是可以进来的 但是在导航地图当中显示是在装修当中 实际上我看已经装修好了 林墓的周边都是高楼大厦 现在已经来到了赤湾左炮台 在这里来给大家讲一讲宋少帝林的故事 在刚刚那个地方那台机器实在是太吵了 让人说不了 赵炳小皇帝是宋渡宗赵琪的儿子 赵琪总共是有三个儿子 二儿子是叫做赵显 赵显是他的嫡子 嫡子指的就是由他的正妻 也就是正公娘娘所生的儿子 大儿子赵氏还有三儿子赵炳是他的树子 树子指的就是由他的臣妾所生 那么树子比嫡子的地位又要低一些 赵炳是生于公元1271年 这一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因此他一出生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在1274年的时候 宋渡宗赵琪还整天沉迷于九色 并且在不久后也死于九色之中 这样一个昏居不亡国就奇怪了 赵琪死了之后四岁的嫡子赵显 就在奸臣贾四道的扶植下登基做皇帝 称为宋公帝 当时的援兵已经打到长江来了 南宋国事已经非常危机了 在1276年的时候 南宋国都临安也就是杭州沦陷了 宋公帝赵显被扶 南宋的大臣就护送赵氏和赵炳南逃 并在福州拥立赵氏为帝 就是宋端宗 援兵在后面穷追不舍 南宋的移动朝廷被迫继续逃亡到广东 1278年的时候宋端宗病死了 大臣们就拥立八岁的赵炳为帝 还改年号为祥新 并以陆秀夫为左丞相 张世杰为太父 进驻广东新会崖山 继续抗击援兵 详信二年也就是1279年正月 援军进攻崖山 宋元两军在广东新会的崖山海面决战 结果张世杰所率的宋军寡不敌众大败海上 在3月19日陆秀夫见大事已去 于是身穿朝服 将8岁的小皇帝赵炳抱到船头 扣手再败道 博士致辞殿下单位博死 德幼皇帝如以胜 德幼皇帝指的就是宋公帝赵琪的二儿子赵显 已经被援军服劣并受尽凌汝 殿下不可再汝 说完背起小皇帝跳入茫茫大海 南宋就这样彻底灭亡了 这一年小皇帝赵炳才8岁 陆秀夫是在江门新会抱着赵炳跳海 那么它的陵墓怎么会在深圳赤湾呢 有一个民间传说是这么说道 当时赤湾海滩飘来了一具穿黄袍龙衣的铜丝 而赤湾海边天后庙的一根栋梁却突然塌下 庙里的僧人和乡身父老就急忙焚香问补 塌下的栋梁是天后娘娘送给少帝做棺材的材料 于是当地的百姓就礼藏照顶于天后庙西边的小南山脚下 宋少帝陵的规模可以说是一览无遗 规模非常小 远远没有像其他帝王将相的陵权那么大 陵园的北面就是小南山 南面是林丁阳 正中就是少帝墓 墓地的中央树立着一块大石碑 墓碑的上方刻有降龙两富 中间刻有一个太阳浮雕 墓碑正中镌刻着大宋祥庆少帝之林八个田金大子 据说祥庆应该为祥新 因为它的年号是祥新 但是在粤语中 沁和新读音是十分相似的 墓碑的后面是坟堆 有两重弧形围墙 前面是祥云拱月 后面是双龙拱日 下面还有一只凤鸟 林墓的西侧有一座陆秀夫腹地迅海的石雕像 民族英雄陆秀夫 背负幼主 誓死如归 领然正气 令人肃然 在陆秀夫抱着赵饼跳海殉国的时候 后面还有10万军民 也是紧随其后跳海殉国 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崖山海战 崖山海战之后 陆秀夫的小儿子陆自立 和其他南宋移民就乘船外逃到南洋爪哇岛 陆自立还被推举为首领 准备等待时机反攻盟军 可惜的是因为实力有限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大宋 按理来说陆秀夫完全是可以带着赵饼一起逃往赵瓦岛的 那么陆秀夫背着赵饼跳海自尽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陆秀夫一手炮制的烟雾弹呢 这座宋少帝林里面埋着的到底是不是赵饼呢 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OK 讲完宋少帝林的故事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左炮台 前面这一个雕像是林泽徐 它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的一个工程 林泽徐是手拿着望远镜 腰边还别着一把战刀 林泽徐纪念像 左炮台指的就是这一座了 这座左炮台是建于清康熙八年 也就是1669年 它原本是有左右炮台 但现在只剩下左炮台了 炮台的上方也是爬满了植物 这里面是有一个赤弯左炮台简介 但是隔着玻璃离得太远 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下面还有一排房子 估计以前是用来放炮弹的 另外一边还有一些墙角 这里有一条阶梯可以上去上面 原本这里是有12座大炮的 但现在只剩下一座了 这是用生铁做的 所以非常容易生锈 这个墙里的需要 它是一个新铁做的 希望是一个新铁做的 这一层的做的 是一种进行铁做的 所以我们来看 在炮台的另外一边就是一个码头 可以看到很多的集装箱 这座炮台已经是被这棵榕树给侵占了 墙面上都是这棵榕树的树根 赤湾座炮台这个地方非常好 可以把车子开上来 上来之后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散散步 非常不错 原本我是计划等一下去闻天祥纪念公园的 但是我跟一位朋友约好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了 然后他是6点钟下班 这位朋友是叫做玩嗨了的地球 地球哥 我相信关注我的朋友也有一些是认识他的 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19年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了 喂 我请问你 你到哪里来 我现在下第二天的车 然后我们一起走 我现在在大兴时代大厦停车场入口 地下停车场 你呢 我现在停在哪里去 我现在最近下了 我现在正在下负一层 它这里写着 负一层停车为紧张请往负二层 我不知道负一层有没有 那你等我一下 哦 有 有 哦 有一个位置 好 负一楼 负一楼 啊 负一楼 嗯 刚好有个位 好 拜拜 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 应该是从这里进去 哎 这里 看到你了 啊 这个门要摔一下才能够进去对吧 哎 地球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上一次见面是在19年的8月份 对 到现在已经 我们是去日本 对对对对 自从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一年零八个月了 依然是这么帅 地球哥是我在自媒体道路上认识的其中一位朋友 也是平时联系的比较多的 晚上和他共进晚餐 聊了很多我们刚开始做自媒体的事 如今他已经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做着和内容运营相关的工作 但也没有放弃自媒体 看到朋友们都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着 自己也是备受鼓舞 和努力的人相处能够相互促进 自己也会更加努力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朋友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地球哥 王海的地球 对